歡迎收看古奇玩點名 今天大盤漲了48點 我的股票幾乎全變漲 全部都往上漲 而且大漲 那只有一檔股票拉回南亞科 那南亞科這一檔股票 它是因為創新高 小幅拉回 其他的包括前幾天跟大家談的 環球晶 亞光今天全部往上走 我們來看一下環球晶 10月2號 10月3號對不對 包括環球晶的今天它也往上走 那我們再看一下亞光 亞光10月3號昨天盤中漲停 它今天漲停 這樣是不是差不多兩支漲停 那我昨天有沒有預告 環球晶跟亞光 我昨天都花了很多時間跟大家談 我說亞光它還會再創新高 它還會漲 都印證了嘛 大盤在這裡很多人還在擔心 我說你要趕快卡位 那有些弱勢股呢 有些弱勢族群 方向向下的 反彈你還不賣 你要卡位這種強勢股 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大盤來到這裡 大家看到什麼 這一塊這一段 這10500 這裡是一個景線 上坡很多都套拿在這裡 你有沒有看到這裡的量 很大的成交量 所以這裡反彈上均呢 這一些套牢的股票 你一定要賣 那上個月套牢的什麼股票最多 不用我講嘛 就是愛奉族群對不對 那這些股票呢 你一定要趁著它反彈的時候 去做一個賣出 但萬一它再會破底的話呢 就算沒有破底 你反彈以後去卡位 卡位這些會創新高的股票 你這樣賺錢比較快 大家注意看這個地方 大家去回想這個地方 一個月之前 一個月之前 一個月前就這張圖嘛 同樣的問題 你這裡要佈局9月的主流股 環球金南亞科 現在往上大漲 環球金從200多漲到300多 南亞科呢 60幾漲到80幾對不對 這往上都有三成的獲利空間嘛 應該有 那你就避開前面套牢的股票 這樣去操作嘛 就跟我之前在這裡 再往前推一個月 8月中 我說你要買這些主流股 那你避開這裡的套牢股 這樣就可以了 每個月每個月它都有主流股出現 那為什麼我的股票呢 它一路往上創新高 如果你兩個月前 八月中佈局這些股票 你賺更多嘛 它是一波一波的往上走 那九月初呢 這兩檔對不對 前幾天大盤在拉回的時候 我是不是重新又講 你要佈局10月的主流股嘛 這是九月底 你過來這裡佈局的 那現在又漲到這裡啦 可是它漲到這裡 你的股票有沒有跟著漲 還是往下破底 你去想一想多少股票 它一路往下破底 那為什麼我的股票 都一直創新高 為什麼一直創新高 南亞科前幾天創新高 環球晶今天創新高 你是慢一天佈局 你會少賺一個波段 我跟大家談原因 接下來要放假了對不對 大家再談中秋變盤 我說不是中秋變盤 是中秋的個股變盤 為什麼 因為中秋剛好在第三季 它是農曆8月15對不對 那差不多每一年 它都在九月底十月初 剛好第三季季報 差不多可以算出來了 那如果第三季季報不好 獲利衰退 那它今年絕對好不起來 那如果第三季不好 它明年公布的年報 大概也不會好 所以中秋前後 法人在做什麼動作 他們都是在換股 要卡位新的好的股票 成長的股票 你要賺錢你要跟上 你要聽得進去 法人現在在做什麼動作 他們在做換股 卡位第四季跟明年 會大漲的波段股 因為第三季的季報 大概已經算出來了 那第三季不好 第四季也不會好 明年的年報 到明年三四月去公布了 去抓的年報 距離現在還有半年 你現在就可以預估出來嘛 不會太好對不對 那所以現在在換股卡位嘛 那你要不要跟上 你九月初跟上的話 這兩檔有沒有受到大盤下跌的影響 沒有嘛 這兩檔往上創新高啊 我的話你要聽進去 你要換股 你要換股 你要換成方向向上的成長股 你再看一遍 為什麼個股會變盤 法人現在在換股 你要賺錢 要打電話進來 你要跟上腳步 那大盤這個地方有沒有疑慮 我說大盤呢 台股 我還是那一句話 它跟美國股市是同步的 美國股市已經漲翻天了 都不用看 我簡單的給大家看一下 美國股市呢 其實 我們下一段跟大家談 其實它各股 它的一直往上走 亞洲股市呢 韓國 日本 也都一樣往上走 台股呢在這裡 它頂多頂多 它只是一個整理 那我請 如果拉回再上呢 那更好 那直接因為這裡量不夠 所以你一定要避開這裡套牢的股票 我的話你要聽進去 賠錢就賠了 它回不來了 你要趕快去卡位 10月可以賺錢的股票 我們看一看今天 環球機連續漲3天 它今天又往上漲7塊半了 昨天我說它即將創新高 對不對 這拆啥嘛 它今天漲7塊半它是創新高了 它有沒有往上走 這樣是不是賺波段 它是不是從200多漲到300多 那你iPhone的股呢 在這裡 然後掉到這裡 那一來一回 大家在賺錢 你為什麼在賠錢 那我繼續賺下去 你繼續賠下去 融資那麼高 法人在賣 你當然要換股才是王道嘛 你才有機會反敗為勝 我們再看一下亞光 昨天盤中漲停 對不對 在之前我就說 它這裡 絕對不是頭部區 你又在這裡放空 你又被嘎了 昨天一直漲停 今天呢 才繼續往上走 我說它還會漲 還要買 亞光呢 在漲都很兇悍 這邊換空的 一萬多張 你要空弱勢股 要買強勢股 我講了N變了 你要買強勢股 趁拉回的時候買 那你要去空弱勢股 哪一些弱勢股呢 我不打漏水狗 但是你自己想很清楚 那你會發現 為什麼我的股票 都一路往上走 包括我講的IC設計 今天也大漲 如果你在這裡布局華邦店 你今天到現在 你大概占了六成 國際華星科也都差不多 如果你在這裡布局環球金 南亞科 你今天大概賺了三成 但是你在這裡布局的iPhone族群 你可能賠了三成 我跟大家提到過一個觀念 買對的話漲三成 買錯的話賠三成 一來一回 差多少 差六成 我們不斷地去複製成功的經驗 什麼成功的脫離模式 低檔卡位拉回買跌 然後我要轉波段 我不斷地不斷地印證 那這些這四大族群 它是景氣循環股 它是大型股 那另外小型成長股 在這個地方 你喜歡小型成長股的 你要趕快去卡位 我們今天進場了 我下一段跟大家談 你錯誤的觀念 你賠錢的你一定要換股 想賺錢的 想要緩敗為勝的 打電話進來 休息一下 運達投顧 好看弄在家啦 即日起升裝運達投顧APP 您就可以在第一時間 看到民視為您 及時解盤 有機會得到標普訊息 還有產業最新訊息 立刻搜尋運達投顧APP 貨電02-2781-0909 2781-0909 軸輪精細的刻痕 如同精準的研究判斷 部分昼夜的運轉 如同親切專業的展業服務 我們講究每一個細節 斟酌每一個環節 帶領會員轉動過地的巨輪 因為珍惜托貨 所以全力以赴 運達投顧 02-2781-0909 02-2781-0909 我們知道您在乎的是績效 也了解您關心的是競爭力 運達投顧 永遠值得托付 02-2781-0909 歡迎回到現場 我要跟大家談的一些操作觀念 我們來看一下 我要跟大家談為什麼我選的股票 它都一路漲 個股的話漲漲跌跌 那個不稀奇 也不重要 重要的是它的方向是不是向上的 它有沒有成長性 如果它是方向向上的 它有成長性的話 就算你買了 短線拉回 它後來還是會讓你賺到錢 甚至可以賺到大波段 重點是你選的股票 那景氣巡洪股有一個特色 我說它的價格 產品價格會調漲 我們今天我要用國巨做例子 國巨它成功調漲價格 對 調漲的10% 是成功喔 不是據說 不是用講的 那華星科跟韓國 他們會跟進 所以第四季 EPS一定會大幅增加 那為什麼國巨先調漲 因為它是被動文件 整個全世界第一大廠 它產量最多 所以它領頭羊 它往上漲 那它一調漲以後 其它的就跟進 它是成功的調漲 那如果價格漲10% 那你說它的獲利 它起碼是獲利增加20% 那這些股票 它就是現在法人佈局的標的 那這些標的有哪些 我講了很多遍 被動元件 光學鏡頭 今天亞光創新高了 矽晶圓環球晶今天也創新高了 記憶體南亞科前幾天也創新高了 那不管你要做短線做波段都可以 那這四個族群 都是熱門股 你大資金的你好好的去規劃 你會賺更多 因為它是景氣循環股 它是方向向上的 它獲利會一路增加 它是方向向上的 我們互製成功的 獲利模式對不對 從藍科 從矽晶圓 從被動元件 我的股票都是往上走的 我們簡單的看一下 你有沒有看到華新科 它跟TPK跟可乘走勢有沒有一樣 它都是往上走的 我說它還會創新高 你看國具 你看我們這一檔新唐 也都是往上走的 我的股票不是創新高拉回 它就是在創新高的邊緣 如果你要強短 你也要注意 像TPK 融資高達4萬多張 我們舉一檔 舉一檔一樣 100多塊的股票 跟大家做例子 那因為小型股 所以我們不公開 這裡往下跌 你要強短 你要找融資 4000多張的 你不要去強反彈 4萬多張的 同樣像是100塊的股票 差別很大 這種才有空間 這種呢 你看它會談多久 4萬多張的融資 另外我們今天呢 我們買進了這一檔 亞德 往上走了 這一檔我說 它也是一樣會創新高 那最大的原因在哪裡 我們來看一下它營收 它從2月到現在一路的成長 它去年EPS 去年賺10.72 它今年上半年已經賺了9塊了 它是大幅成長 獲利大幅成長將近一倍 那股價會漲多少 那看營收 營收成長 它獲利也同步成長 那這一類的股票 你要趁著它押回的時候 去買進 今天 昨天 上禮拜 都有機會 現在大盤已經來到這裡了 我說一路上 它都是卡位的機會 但是你不要去買套來的股票 你還要經過幾套 對不對 你要去買即將創新高 成長的這一些股票 像亞德今天大漲續報 它一路成長 那這種股票呢 它有機會往上走 創新高 你要買的是這一類的股票 而不是買一些高檔套牢一大堆 一大堆人等待解套的股票 那些股票呢 來不及 換股 它才是王道 我希望你跟著我操作 如果你操作不理想的 如果現階段 你有套牢的股票 你想反敗為勝的 打電話進來 把握這個機會 我帶你賺錢 休息一下 運達投顧 好看 弄在家啦 即日起身裝運達投顧APP 您就可以在第一時間 看到名師為您 及時解盤 也有機會得到標普訊息 還有產業最新訊息 立刻搜尋運達投顧APP 貨店02-2781-0909 2781-0909 軸輪精細的刻痕 如同精準的研究判斷 不分昼夜的運轉 如同親切專業的展業服務 我們講究每一個細節 斟酌每一個環節 帶領會員 轉動貨地的巨輪 因為珍惜托付 所以全力以赴 運達投顧 02-2781-0909 02-2781-0909 歡迎回到現場 我们来看一下环球金 环球金我讲的股票 它都是怎样 大涨小回大涨小回 它这里整理了五个月 然后我在这里再度的切入 它现在从200多涨到300多 那你说这一段它今天创新高了 这一段就这样结束 不会的 你看这一段 这个叫大波段 这里赚多少 赚几倍 这个地方200多涨到300多还不够 那问题是我要告诉你 这些是方向向上的 它整理五个月的时候 再度进场对不对 拉回再度买进 它现在来到这里 那你去对照一下 你手中套牢的股票 你怎么样去赚到倍数倍数的利润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问题 亚光今天如意期大涨创新高 我的股票它都是往上走 我们今天很难得有股票拉回南亚科 但是南亚科之前它涨翻天了对不对 对六六个月起到九十几个月 现在拉回八十几 这个叫大涨小回 那在回的过程当中呢 你要去承接 我带你去买 我带你赚一个波段 这是美国纳斯大指数 标准的多头 我们只看这个 因为稻穷不用看 稻穷涨得比这个更凶 我说这美国股市 我还可以让你100点 这里还是支撑 所以国外股市不用看了 那国内这里呢 当然现行不漂亮 但是重点是选股绩效 你避开九月份套牢的股票 你要卡位十月的主流股 就跟在这里 你避开八月 你卡位九月的主流股 环球金南亚科 这里华邦店 每一次拉回 它都是你赚波段的机会 互制成功的模式 没有一次没有成功 那很简单 我刚刚讲过 国具它成功调展价格 环球金 这个都讲很久了 这当时 它是真的涨了 它不是嘴巴讲的 南亚科也是一样 这些都是真的涨价了 包括人家讲旺宏外资讲的 十年的下跌趋势 跌了十年 估计它至少有三年 但是旺宏现在涨多久 差不多一年而已 那矽晶圆更少 我要跟大家谈 那是一个操作观念 该卡位的时候 你慢一天 你会少赚一个波段 这个地方环球金上去已经三成了 南亚科也三成了 这个地方你卡位华邦店六成了 国具几成自己算华兴科 你要趁着中秋节变盘 大盘不会变盘 大盘都是方向向上的 它跟美股走势是同步的 重点是个股 第三季财报 有些还没公布 预估不好的 明年公布的年报也不会好 所以法人最近在做什么 他在做换股 你要赚钱你要跟上脚步 就跟八月底九月中一样的 你要买进未来的主流股 那或者什么 或者一些呢 小型的成长股 这些你要都趁着大盘 大家有一律拉回的时候 去做个卡位 你才有机会赚到波段利润 就好像蓝亚光我们怎么赚的 它是一路往上走 环球金 我说它这样创新高 它今天是创新高了 把握这个机会 互赐成功的获利模式 我带你赚钱 打电话键来 谢谢大家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